曾經我主導的小孩 你要的那姐姐 還沒 還沒有想到農曆春節要去哪玩 今年艾斯路攤販管理委員會 向市政府申請 連續16天不打烊 好天氣就生意都蠻不錯的 下雨就會有差 艾斯路夜市從2月3號到2月18號 開放給全台灣的民眾來這邊觀光走村 希望大家可以來這邊育遊 為了搶過年財 基隆艾斯路夜市從2月3號開始 一直到2月18日總計16天 有176攤將會全天候飲業 以前都是要三點半才可以出來 過年期間呢 過年期間可以開放24小時不用收攤 我們都大概12點多一點出來 我們大概中午就過來了 過什麼中午這麼早 因為我要二樓給客人有午餐的選擇 等於說多了一個午餐啊 對對對對對 以前就是做晚餐而已 就可能就是大家過年回家的時候 就會可能想說晚上無聊 然後跟家一起來啊 可以有地方走就對了 對啊就不會說就是一直待在家裡啊 沒地方去 因為白天都放假啊 想說白天也可以過來逛一逛 平常是什麼時候來逛啊 大部分都是晚上比較多 過年從12點開始 會啊還不錯 還不錯 每到過年期間 基隆愛思路廟口都會湧入大批人潮 商家也準備好更多的貨品和食材 希望能夠發大財 這被料有沒有被多一點啊 有 過年大概是平常的幾倍 三四倍吧 三四倍喔 由於因為過年前呢 我們基隆比較常下雨 所以過年前我們有些談判會稍微休息一下 例如像今天有點飄雨 他們就會趁機休息一下 那是初一到初五 我們是幾乎每一攤中午就會出來營業 然後到大概清晨打烊這樣 人潮多也引來了趴手 司機下手 根據往年統計 過年期間來夜市廟口逛街 都會有民眾錢財遭竊損失 官員會提醒民眾 隨身包包一定要顧好 民眾都會說 就會到我們官員會問說 他錢包不見了 是不是可以請我們幫他找啊 或什麼 常常派出所也會接到通知這樣 去年大概都有一二十起這麼多 所以希望大家來逛街的時候 好好的保護自己的錢 這樣才能開心的來逛街 基隆廟口本來就是最夯的景點之一 現在旁邊艾斯陸夜市 將近有四百公尺 有吃還有得玩 又可以逛 讓過年期間來基隆逛街吃飯 絕對超級好玩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